你講了那麼多 第一點我跟你的看法就不一樣 就是發大財 我每天講高雄發大財 高雄發大財 看起來這個市長好像傻傻的 沒有 我沒有這樣認為 我想請教一下市長 如果這個機場 我們把它設定是 我們不要好高屋員 可以抵一千萬人的履次 你這樣夠夠夠 一千萬人 謝謝邱駿先議員 質詢得非常的重要 對於未來高雄的發展 但是不好意思 你講了那麼多 第一點我跟你的看法就不一樣 就是發大財 我每天講高雄發大財 高雄發大財 看起來這個市長還傻傻的 沒有 我沒有這樣認為 但是議員我要跟你報告 我覺得這是價值的選擇 沒有傻不傻 因為我要跟你報告 我們過年人跟人拜年的時候 第一句話說什麼 恭喜平安 對 身體健康啊 對 你拒絕 我覺得健康比財富重要 但是大多數人講什麼 所以市長我沒有說大不對 大多數人都講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他不會一整年都恭喜發財 每一個人都講恭喜發財 最後每一個人都發了財嗎 市長 我沒有說您不對 議員 我摸著我的心上跟你說 我沒有說您不對 所以我想請您回答 當我們講高雄發大財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帶動市民 一個向上提升的力量 一種感覺 一個目標 我第一點要跟你報告 第二點 我們小港機場目前為止 你滿意嗎 說法還可以 晚上十二點以後 宵禁你滿意嗎 市長你回答我的問題 怎麼會 你回答我 因為宵禁的問題要尊重小港當地的居民 因為真的很吵 因為我講的問題就代表我的答案 因為我們不滿意 我們不是講過嗎 這兩天 總目標當然是高雄發大財 所以你的資金區就等於高雄發大財 沒有任何實質的內容 黃議員這沒有矛盾 因為師傅你所關注的焦點 那具體上要什麼嗎 當然是高雄要什麼 高雄要發財啊 對不對 天啊市長 我們知道我們都要發財 但是具體上你要開放什麼東西 什麼項目 或者是現在有什麼限制 你要現在告訴我啊 我們想知道的是這個 不是說高雄要發財這麼簡單 就可以糊弄過去 總目標是高雄要發財 很多事情 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希望往高雄發大財的目標 那具體上你要做什麼啊 這個資報區是其中之一 好不好謝謝 市長 你真的懂資金區嗎 當然有概念 怎麼會沒有呢 那為什麼我剛剛問的問題 你一個都回答不出來 我們只是想知道 具體上 資金區包含什麼內容 我們可以知道哪些人可以進來 哪些品項 或者是說哪些產業 會進到這個資金區 跟原本的差別是什麼 黃議員 因為你一直導向馬政府時代的比較 我覺得你一開始已經先入為主了 所以我不太願意 那我們現在不談馬政府嗎 直接告訴我你要什麼 好不好 我們不是講過嗎 這兩天 總目標到那高雄發大財啊 所以你的資金區 就等於高雄發大財 沒有任何實質的內容 自貿區是只是其中之一個途徑 我們還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就是想知道這個部分嗎 民眾想知道 就是你所謂的資金區 自貿區內容是什麼 但是你現在一項都回答不出來 我怎麼叫一項都沒回答出來 黃議員 你回答了什麼 我已經講過了 所有的不只光過去這個概念 我們是希望把高雄的需求彈出來 我們要成立一個自貿區 那你就告訴我現在高雄自港區 哪些限制 讓你們覺得被捆綁 所以我們要放寬哪些限制 我現在就是想要這麼具體的討論 我們當然希望人流物流法規都能鬆綁 我們也希望各種外商來 這個整個高雄來投資 然後需要 就要一個醫療 新聞網最優質的網路新聞媒體